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是一個質量均勻分布 而且半徑的球體 均於球體外 距球心2R的地方 也就是距球面R的地方 放一個小指點小M 若小M所受的外用力是F 也就是F 是等於多少呢 因為是均勻球體 所以對它的作用力等於 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球心對它的作用力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這球心到達的距離是2R 所以是2R 平方分之多少呢 分之這個Z 這個M 假設這個球體的質量是M 方向的話是吸引力 方向是吸引力 還有一個小M 方向是吸引力 好 那現在他說 如果將球體挖去一個半徑 半徑2R 半徑2R 就直接是R 的內切球 剩餘的部分 對小M的外用力多少 那剩餘的部分呢 對它的作用力 我們就說F' 那不曉得F' 加上F'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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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它的吸引力 是等於F' 是等於F' F' F' 我就是說 我把它補回去 我就是說 被挖掉的這一部分 對它的吸引力是A' 加上把它補回去 補回去以後 對它的吸引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F' 這個距離多少呢 R加R加2R 2加2R就是2R5 平方多少 0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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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R平方 分子G 大M小M 那這樣的話 等於這個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F'找出來 F'找出來是多少 這個是F' 我們把那個係數算一下 這是四分之一 減掉多少 減掉這是 二十五分之四 乘以八分之一 那乘以多少呢 R平方分子 G大M小M 那四 是二分八 這是五十 所以 就四分之一 減掉五十分之一 那應該多少 應該用一百 一百分之二十五 減二 一百分之二十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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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要把它代掉 代掉的話這個是 R平方分之 G大M小M 是等於四F 所以我把這個代掉 這是四F 所以一百分之二十三 乘以四F 這樣多少 四二十二十八 四五二十 所以二十五分之二十三 嗯 二十五分之二十三 F 所以 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C 應該要選C 一百分之二十 一百分之二十 一百分之二十